今天给大家来update一下我们这个马上要拍的这个RED Card的一个进展 大家好,梦想现实和感悟,大家好,我是Harley,欢迎来到Harleywood 今天给大家来update一下我们这个马上要拍的这个RED Card的一个进展 这两个星期我们一直就是特别的忙碌在准备 首先第一个是location,我们大概去看了好多酒吧 因为我们一开始是想用那个仓库的酒吧 但是那个仓库比较空旷嘛,就是不是特别理想 但后来就一直就在找导演去过一家那个酒吧 特别不就怎么说呢,还不错吧 因为它也很有风格,也比较老旧的一个风格 然后的话将来的话那个decoration就是art,美术组的话 道具方面就省去很多活去做 但是那个地方就我们去了好几次,先去一次两次去探一下 然后后来慢慢跟经理聊 然后接着又感觉有点不确定他能不能给我们 然后后来我就通过另外一个朋友去找了他们的老板 然后也没有找到 后来又去找了周他,就我那个朋友他还有好多酒吧 他是有一些联系的嘛,就有一些关系 然后又去了另外几家 那时候后面看到两家就可以作为备选,就一定可以拍的 那我们心里就慢慢踏实了一点 然后好消息就来了,那个老板愿意见我们了 然后我们去谈,哇,结果一拍即合 那个老板非常支持,就是非常支持我们这种 就是他看到我们这种热情啊 因为我们拍摄的话,他能感觉到我们没有钱 但是有这种热情去拍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他就非常支持,二话不说答应了 然后我们就已经确定一下那个场景 待会你就可以看一下那些照片,非常的棒 然后接着呢,这个场地搞定了 然后剩下就是演员也在这之前 基本上陆陆续续续都确定了 也非常感谢那么多talent的支持 因为毕竟我们的配啊是很有限的 然后时间也比较长 然后所以就反正非常感谢这么多来audition的朋友 然后导演也非常有热情 去不断的去跟一些演员逐个的去跟他去介绍他的这个片子 然后他的想法 然后也打动了不少演员 就是本来时间上可能很难安排的最后还是打影来演我们这个片子 那这是Casting方面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包括我们一些组员的话也是还缺一些组员的 那现在最缺的就是Sun Recordist 就是现场的录音师 那这个的话真的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因为我们的预算真的是不够 所以的话我当时在朋友圈发出去这个消息一个这样的一个配的话 还被很多人骂了 就说你怎么能低于就说低于就最低工资这样去找人呢 怎么就是说我没有道德嘛 就是说我就是那后来我也是哎呀很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应该来说我应该跟大家道歉一下 就是说我们确实首先第一个我们确实是一个low budget 然后你真的没钱 那当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工资或者一个pay 我们真的应该说这是一个compensation 就是一个补偿 就是啊嗯就是就感谢你过来支持我们这个片子 呃事实上他就真的是非常低的pay 那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有我们还没有确定好 没有找到这个一个有那么长15天的时间 然后包括接受这样的一个pay 如果在看我的视频的朋友或者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或者说是学生呢或者在实习啊都没问题 我们这个要求不算太高 就是啊呃因为啊环境也比较固定 比较相对比较安静嘛 不是那种很复杂的环境 然后我们的拍摄强度也不高 大概一天拍最多10个小时8到10个小时啊 只是时间跨度比较长大概15天左右 所以的话如果有推荐的话麻烦告诉我啊 我留一个我的邮箱或微信在下面麻烦大家 我们的拍摄时间是7月27号 也就是啊下个礼拜的礼拜二就开始了 嗯所以蛮紧张的 所以谢谢大家现在就是我也在这做一些演员的一些就是这个schedule 还有包括所有的呃排摄前的一个最紧张的一个准备 嗯谢谢大家今天我就分享到这呃希望大家来关注和帮助我们以这个low budget的这样的一个片子 因为毕竟在洛杉矶我觉得是两个极端了一个是好莱坞这边它是有足够的投资和足够的钱去拍一些很大的制作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一大批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有热情但是没有钱呃非常需要大家支持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片子那但是我们的热情和这种想法还是真的是真诚的嗯谢谢大家关注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